大家好,我是梁少倫,是物理治疗师,我今天很开心为明爱专商学院介绍一个课程,这个课程就是物理治疗学,荣誉理学士,这个课程是四年制,全日制的,内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科目, 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物理治疗,物理治疗实在用一个物理的方法力学去诊治,或者是做一些评估,最后我们有治疗和防止一些常见的疾病,令到病者或者有需要的人士都可以尽快恢复他们的健康和生活。 我们在哪里可以见到物理治疗师呢?实在传统上,当然是医院,有诊所都见到我们的中营了。 现在来说,我们的服务范围就不是单单这些医院和诊所,实在有很不同的地方,比如说运动队,很多时候见到运动受伤,跑出来的人就是物理治疗师。 当然有其他,有很多的特殊学校,一些社区的防止中心等等。 所以都不能说太多了,因为实在现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实在很广。 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常用的手法包括有以下,比如说常见的我们的运动,电疗,水疗和手法。 当然就是这几个传统之外,实在现在科技发展得很快。 我们有很多先进的议器和遙距的诊治方法。 物理治疗的毕业生拥有广阔而多元化的就业前景,例如他们毕业后可以在公立医院、私人诊所、职业运动队等地方工作,为不同年龄层的人士提供专业服务。 物理治疗的毕业生假设如果他毕业的时候想进入公立医院的工作,他入职的时候将会是二级物理治疗师。 然后当他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,他将有机会被晉升为一级物理治疗师,高级物理治疗师,甚至部门经理。 至于新疮方面,在2019年入职的二级物理治疗师,他的起床点大概是三万三千元。 至于升学方面,物理治疗师可以选续读这个碩士课程。 碩士课程有很多种类,例如针灸、运动医学,或者手法治疗等等。 到完碩士课程之后,他可以选续进修读这个博士课程。 在这个课程中,学生将会收读一些通识教育科目、语言科目、物理治疗核心科目、物理治疗专业科目和临床实习。 这个课程会为学生在不同医疗机构安排超过一千个小时的临床实习, 并由具资格和具经验的临床导师去带领。 这些医疗机构包括医院的住院部、门诊部、非政府组织、私人诊所等等。 关于我们的课程的特点,实际有几方面。 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和社康护理有关。 所谓社康护理现在的概念, 不是单单出院的病人需要治理。 实际有很多方面, 例如教育、防治、自我的照顾等等。 除了这方面, 我们需要看看公认和私认的限制方面。 第二个特点是和运动有关。 所谓运动有关的, 就不是传统我们常见的运动受伤之后, 需要我们的诊治。 实际对一班普罗大众, 对他们很多时候做运动的时候, 有一个正确的运动概念。 实际我们这方面, 我们要穿墨多一点。 第三方面, 就是和晚期舒缓有关。 最后这方面, 就是和男士女士常见的健康问题。 为了这个课程, 我们准备了一些全新和经过专门设计的实习室, 面积接近8000平方尺。 这些实习室包括了解剖实习室, 功能活动实习室, 小移及神经康复实习室, 肌骨及电疗康复实习室, 心肺复康实习室, 以及步态及运动实习室。 学院认证向物理治疗师管理委员会尋求资格认证。 预计在第一批收读的学生毕业之前, 就可以成功取得这个认证。 成功取得认证之后, 我们的毕业生将会拥有这个 在香港住宅成物理治疗师的资格。 对于经DSE申请入学的申请人来说, 这个课程将会考虑其最佳五科成绩, 最低入行要求是33222。 生物科、物理科的课程将会是优先考虑的。 这个物理治疗在社会的需求实在很大, 以对个人来说的发展空间真是不错的。 所以我总觉得, 买理治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专业。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, 实在你可以上我们的学院的放言, 内面有更多的资料, 让你能够可以浏览一下。 多谢各位。